大家好,我是EVA半导体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的邓一君 今天呢,我跟大家展示的是一个基于AI的水泵异常检测的一个方案 这个方案的AI模型呢,是通过我们的一个自动化的机器学习工具 NanoAge AI Studio去自动生成的 然后这个AI模型呢,通过对水泵管道里面的一些振动信号进行分析 跟那个特征提取来检测这个水泵是否有异常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两个结构不同的那个水泵 然后每一个水泵呢,有两个阀门 阀门一,阀门二,阀门三,阀门四 当所有的阀门都打开的时候呢 这个水泵是正常工作的 然后任意一个阀门被关闭都会让一个水路去堵塞 引起那个水泵的一个异常 然后这边这个黄色的模块呢 是我们的POTUS-1的一个工业传感器模块 然后它可以通过那个振动传感器来检测 我们水泵上的一些振动信号 然后上面的那个STEM32,WB的MCU呢 可以用来运行我们的AI模型 这个AI模型通过对那个振动信号进行一个分析 来检测这个设备的一个状态 并且通过蓝牙把这个检测的结果 传送到我们的那个平板这一边 那么接下来我来跟大家演示一下这个demo 首先的话我把这个传感器模块 放到我们右边的这个水泵上 模块里面的AI模型呢 是在左边那个水泵上进行训练的 现在我们可以去检测一下 它这个模型在右边这个水泵上的一个效果怎么样 这个时候呢 我需要让这个模型去学习一下 右边这个水泵的一些正常行为 让它去适应一下这个水泵的一个差异 让那个检测结果更加的准确 那么我现在通过平板这边控制它进入一个学习状态 好了已经开始学习了 我们这边有一个学习的进度 显示大概在9% 10%的样子 我们稍微再等一下 好的学习完毕 那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检测的状态 我现在开始检测 那么下面呢这个Results这边呢 是显示了一个我们模型检测的结果 我们现在看到呢是一个绿色的对沟 它表示我们现在检测到的这个水泵的状态 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那么现在我操作关掉阀门 我们现在看到那个检测的结果 马上就变成了一个异常的状态 我现在再把阀门再重新打开 阀门全部打开了之后呢 我们看到这边检测的一个结果 又慢慢的回到了那个正常 又变成了绿色的对沟 所以我们看到 用那个NanoAge AI Studio生成的AI模型 来做异常检测的话 它的结果是非常准确的 好的那我今天的演示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